最後我們再複習一下啦 今天我們有介紹到哪些 各位有沒有什麼問題 今天我們第一個介紹的是哪一個 還有印象嗎 這個啊 這個你一定要會的 其他沒學會這個一定要會嘛 Cleafing Magic對不對 去背的服務啊 所以像你看像這個猴子啊 還是像這個 其實一般來講就是我們 畫面沒切好 抱歉來 這裡 像這種的 卡通式的大部分 因為它線條會比較明顯 所以其實去的效果還不錯 當然如果你有髮絲啊之類的 它也可以去 可是設定的方法就稍微比較 就是要多吸一些顏色 它上面有教學 你也可以參考看看 它上面有這個有沒有 這個 如果幾張的有沒有一個hair 頭髮的 所以你可以上來看看 頭髮應該怎麼去才會怎麼樣 去的漂亮 因為頭髮髮絲 有沒有 這樣是不是混雜在一起 對不對 所以你怎麼去背的話 它上面有膠 你要吸比較多的顏色 吸比較多顏色 那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我們來看一下囉 我們今天還有看的是這裡 幾個跟我們雲端捏碟比較有關的 怎麼去同步的 那在這邊 這裡 你要記得 鍵資料夾 對不對 好然後 了解一下Google轉換的那個限制 基本上 其實 PPT是比較大 好像是10MB 還是20MB 那一般文件 就是 好像也是 10到20MB 只有Excel 稍微比較小一點 比較小一點 那你轉換成 Google文件的好處 就是 所謂的 修訂版本 比較方便 所以草稿階段 你用這樣比較快 再來就是 你要會怎麼樣 分享大檔案 對不對 你共用之後 你可以在Email裡面 或者網站上就可以跟別人分享 還有 你要會善用什麼 全文檢索 它上面的 你只要放到上面去 它都有全文檢索的一個概念 那我們今天還有 剛剛有介紹這個 庫存頁面 對不對 庫存頁面 跟轉 這個 找歷史資料的 再來就是 如果你要跟Google的 雲端硬碟做同步 建議 如果是比較屬於 行動裝置的 就局部同步就好 不要全部都同步 這樣子比較不會說 你佔用太多的時間 好 那當然這個特殊表單 我們剛剛有看過了 好 有看過了 好 再來 這個我就沒有講 因為跟Gmail的部分 可能以後有機會再跟各位介紹 我們上學期也有 稍微介紹過了 那 後面的呢 就是跟這個 虛擬系統比較有關的 對不對 好 你可以弄起來 然後做系統的備份 再來 介紹的虛擬光碟 對不對 這樣子你會比較方便 不用光碟 帶那麼多帶來 還有剛剛的 雲端同步完 最重要的 你自己要做備份的時候 可以做一個 檔案同步 就不用每次都是全部都覆蓋 好 最後檔案就有跟這個 好 那我們 我們大致上今天主要跟各位介紹的大概是這些內容 請問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還好 所以其實這些小軟體你可以參考看看 有用到的你就把它 套用到你的工作模式上或者你的學習模式上 希望對各位會有所幫助 好 那 這邊呢順便打一下廣告啦 好 下次的話我們會介紹那個 線上簡報跟那個什麼 跟哪一個主題 好 我們那個簡報 我們這次用的這叫Price 事實上還蠻好玩的 所以下次我們會介紹大家怎麼去要使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因為簡報除了什麼 除了這個PowerPoint外 事實上還有別的方法可以呈現 你可以參考看看 對吧